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好,回來我們最後一節的電影有讀 最後一節,有可能穿巧,神入 我們今天的主題叫逆時空追擊 但我們只是講過這部電影的一部份 因為它裏面有很多東西可以碰到 是的 我們先講過最厲害的部分 就是逆時空有性 關於性 性,還有你再說一次你的粗口 你已經開了齋齋 上次你已經說了 隨意 隨意看情況和心情 說笑而已 阿兵的心情開心就是講粥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這部電影 我也是千里少少的,都可以找到 因為這部電影一定要推薦給大家 很舊了 很舊了 很舊了,1948年的 這部電影叫做 Portrait of Jenny 即是Jenny的佛世奎 這部電影是1948年的電影 是說什麼呢 他過癮了這部電影 第一是說超越時空 第二是他那條橋 莫非是真的同一條橋和逆時空追擊 有些關係 他主要是三年兩月說他的故事大綱 他就是說有一個男主角 那個男人就在紐約的公園那裡 有一次就見到一個獸女 他畫畫,因為是畫家 他見到一個獸女 那個獸女就很喜歡她的畫 大家很好聊 他覺得這個獸女很聰明 而且知道了很多事情 於是就跟她做好朋友 就說明天你再來 明天你來的時候 我們大家再聊天 第二天就當這個女人來的時候 他發覺這個女人變成少女 即是最初是一個獸女 她怎麼大了 她說對呀 我的構造有些問題 所以她是一種病 然後沒多久 看到她變成大人 變成一個美女 而她覺得她很奇怪 你是不是有些叫急速衰老症 於是她說我幫你畫你的照像 所以這叫做Project of John 就畫了這張照像 後來她就失蹤了 失蹤了那個時期 她到處去找她 即是她們應該發展了一個感情出來 世後的感情 是的 但很短的 好像鐵達尼一樣 很短的時間 或是72小時左右 但她變得很深刻地影響她 於是她不斷想找回這個女人的下落 怎知道她已經放棄的時候 突然她重遇了這個女人 原來她發覺這個女人 不是一個普通人 她是可以超越時空 但她那時候不是說得很清楚 是超越時空 總之說我和你這個世界很不同 你可以說她是一個天使 總之隔了那一年之後 她看到她仍然是這麼漂亮的樣子 即是不是一路老下去 去到最後 她就有一個 在燈塔的地方 那場是高潮 這部電影 其實是拍攝了一部電影 1948年出來的時候 就影響了很多電影 包括時光倒流70年 是的 也包括 因為她還有一條橋 原來是一個源頭的橋 我一會兒都會告訴大家 這條橋 不只是影響了那個 最近 考考你了 Angus 有一部 都不算是最近 這十幾年裡 有一部電影 香港人都看到 哭哭哭哭的 很喜歡的 其實她也說明 那個小說家也說明 我有些橋段是抄襲這一部的 抄襲這一部電影 證明她的影響很深 因為這部電影最特別的是 她在電影史中也說 這部電影拍了之後 原來很多不同地方的人 都影響得很深 覺得這條橋是很特別的 也有把它拍成另一個版本 有一條橋是專給大家 不是叫橋 如果你是寶珠迷 你是不是寶珠迷 你知道我說寶珠迷 是陳寶珠嗎 當然是陳寶珠 你以為是崔寶珠 或是歐陽寶珠 我看得不多她的電影 陳寶珠有看過她的電影 有一部電影叫《慕美人》 你有沒有看過 沒有 不知道各位聽眾朋友 你有沒有看過 《慕美人》 《慕美人》就是聽到這部電影 呂琦是做那個畫家 而她發覺 她初初認識陳寶珠是一個獸女 不過陳寶珠是自己做的 但是一個特技的獸女 這麼小 我記得做得不太好 我最近也想找到一些片段 好像也有人想找到 土炮特技這部也想提醒 那部電影 也是來於這部電影 而可能那部電影 證明你看那時候香港片多厲害 還有那部經典的日本片 給予一個顯示 男主角是高倉健 有沒有看過 女主角 你也會很認識的 《廣末良子》 哪裏 其實也是跟這個故事一樣 原作的也說 我的想法也是在這個 《Project of Jenny》 證明這個科研片很感人 知不知道哪裏 是否鐵道員 就是了 給你一些獎項 有些 就是從這部電影 是的 這部電影 基本上你會看到 也是《廣末良子》 初初出來很小 接著很快很大 後來他告訴你 原來我是一個女兒 就是從一個未來世界那裏 就走過來 最近還有一部日本片 哪一部 你再說吧 最近的日本片 是的 又是有這條橋 不過那個不會長大 是《多拉阿夢》 《多拉阿夢》 是吧 這橋像不像 也是 從未來世界走到那裏 來做一下 我剛剛 早前看那一部 叫做《夏日時光機》 是一部日本的 是的 很有趣的 那一部時光機的片 基本上 你說的也是一個好舉例 很有趣的 其實你會發覺 在《時光旅程》裡面 被逆時空追擊 裡面有兩大經典故事的跟 第一 就是跟著《Time Machine》 H.R.Wills的那個 著名的小說的改編 不是 Wills 好像是Wills 那一部 那一部是經典的 時間旅程 第二個 就是改編電影的時候 跟這部有關 但這部也不是百分之百原創的 你知道嗎 還有一個比較舊的 有一個是文學的小說 很厲害 這個我是特別推薦給大家 還有這條 現在《時空追擊》這條 如果你有看過那一部 再加上這部來看 或者你沒看過那一部 你看過那一部之後 你拿那一部來看 你就會覺得 嘩 一目了然 還有很多戲 你都馬上扔回來了 你按一按去那個 《Orlando》那部戲 不是《Orlando》 不是《Orlando》那部戲 有沒有看過這部戲 沒有 香港有供應過的 叫做《奧蘭道》 國際電影製造 一名驚人 很好看 嘩 你什麼時候的 Angers 你一定要看這部 好像是八幾年 八幾年 我好像也有記錄了 做資料 都是說時光的 是 差點讓你口氣 幸好我也有做資料 那個時間 1992年 導演是Sherry Potter Sherry Potter厲害 音樂 叫聲音Dictative 英國一個很有名的女導演 但他拍這部戲 《Orlando》 他就說一個真實現實世界的傳說人物 而這個傳說人物 文說他在四百年前 十六世紀 伊莉莎伯女王 就是一世女王的時期 就是薩斯比亞的時期 他已經存在了 他是那個女王的裙下之神 即是一個黏著女王的一些馬甩 即是那些兵 正式的兵 是的 群下之神 都是一些被封為貴族的人 所以他叫群下之神 這個女主角 大家可以看到 立即記起 很多戲 群下之神 但是是女生 不是 他最有趣的是 他最初 他是男人 但是突然間 他變成女人 他生了女兒 他生了女兒之後 然後 他活到 那個故事 說到他活到十九世紀 即是一九二八年 即是幾百歲 即是吸血殭屍 吸血殭屍 吸血殭屍 所以 All You Zombies 以及吸血鬼 講長生 這個故事也是一個很經典的故事 這個故事 其實是改編一個 叫Vigenia Woolf 就是那時候 叫以色流的小說 Vigenia Woolf 將這個故事 寫出來 其實這部戲 拍得很漂亮 以及特別推薦 音樂 功亭 聽得很重要 你會看到 方大 方大 他有很多迷宮 有很多 沒有那張 有一張很厲害 就是 他們去一個 叫做 冰上的舞會 那一場戲 因為有一個叫俄羅斯的女王 出現 他第一個 喜歡了俄羅斯的女王 就是這個 後來 跟他喜歡之後 後來他自己 喜歡之後 他開始有種叫女 變成女人 便喜歡了另一個男人 這個男人 後來他發現 這個男人 原來不屬於他時代的人 因為這個男人 他說 你拼在耳朵 跟他一起 聽未來的聲音 然後他藉著 這個男人的聲音 這個男人出了小聲 讓他聽到火車聲 十年世紀的時候 沒有火車 他聽到火車聲 他聽完之後 他覺得很有趣 後來他壞了人 生了一個女兒 後來他生了女兒 他又寫書 最後他還用Sony的影片 拍戲 這段是他最後一段 原來不是在樓上 因為他這段故事 他說這個小說 是一個很經典的英國文學 是一個女作家 他寫的時候 那些人都說 他是那些叫 意識流小說裏面的 一個經典狀 他裏面 就說 其實他那間屋裡 有365間房 其中一間是 等於2046來的 那間房裏面 從這間房裏 你可以看到 之前那一年的世界 後面的世界 挺有趣 365就是每天不同 而且他經常靠著 像樹那裡去看世界 後來他用Sony的影片 攝影機 竟然被他拍到天使的影像 這部戲是一些 很古典的形式 拍出來 但是是一個經典的戲 但是他最重要 他就有說到一種叫做 原來是一個人 他會有一種變性的能力 是自然的變性 但是現在幾多說 原來你有所不知 因為我最近研究都整理 都可能遲些都會 功課 我做完的時候 都會告訴大家 做功課 做案報告 原來我們早期的武系社會 那時候 應該有一個初期的時間 那些女王 就像蜜蜂一樣 不需要男人的精子 就是可以生育 是 這個是最早期的武系的形象 即是一種時代 所以 如果他生了出來 當他出生的時候 他那天出來 突出來的 下面那裏 那裏是沒有用的 即是男人初出出來的時候 是沒有用的 這個是最早期的武系社會的形象 很多人都說 沒有大陸最早期的那些人 是有這種能力的 單性繁殖 是的 他就是傳宗接代 一開始的時候 他不需要男人的精子 他可以分泌到一些物質出來 所以女人的基因都是X 兩種都是物質元素 而基因裡面XY Y的元素 你會看到Y的代號 甚至有人說Y元素 其實你看到是很少的 但是它有一種Energy 那個我們是用 顯微的 用基因的東西分不出來 它是屬於一種能力 不是物質化 是意識化的 所以XY 這個 第23個基因 染色體 是一個很奇怪的染色體 就是X X和Y 女人的XX 完全是物質化 原來XX都可以繁殖 這個會不會是XX的技術 你可以說XX就越來越做到 但是 原來是在很遠古的時期 不是社會的初期 他們都找到這種現象 在我們傳說文化 可以記錄下來 你會發現裡面的人 有些人是雌雄同體 所以有些神是雌雄同體 但是有些女王 基本上她不需要受人 不需要有外界的東西 像剛才所說的一些雞 看一看就會觸發到 她有情 就可以生育 是情感 是令到她 一個傳宗接待 她要有下一代 留下她的那種 記憶 即是那種現象 所以武器社會 第二期的時候 就有一些男性的基因出來 那些男人是沒有什麼用的 所以有些男人 有些考古學家說 那時候那些男人 已經有同性戀的現象 但是那些女人 就有金男姐妹的現象 因為她不用男人 我們兩個女人 有情就應該生育了 那個基本上 很早期的武器社會的現象 究竟還有多少資料呢 我再找多些 好 拭目以待 但是呢 到了後來的時候 你會發覺 我們那個傳說 比如現在的文明起源 為什麼說是外星來的呢 為什麼外星叫天父呢 地母 一地母文明 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階段 但是呢 跟著呢 就有一批新的一種意識 就下來 這種意識呢 就是 最早 我們留下的那些 就是古埃及的那種文明 那這種文明呢 裡面那裡 它帶了一些光的元素 就是這些叫Y的基因 下來 等同於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皇帝 福熙他們呢 是天下來的那些民族 所以叫做是諷族的那些 但是他就是和龍族 就是雷祖 雷祖要趕走啊 枝油 因為枝油和他可能 基因的配合 因為到了他那個晚期 武藝社會的晚期的時候 那時候 枝油的那種 即是自己生育出來的 這種男性呢 他裡面呢 開始要精子和卵子的結合 那時候呢 經常會有一種叫做 基因做出來的那些神 有一種叫做 形出來的不好的現象 這個呢 你看看貝奧姆夫 就是講那個時期的 山極出來的東西都是怪物來的 是一種叫怪胎 貝奧姆夫是 貝奧姆夫 貝奧姆夫 這個故事的記錄呢 英文都還未成形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你會看到 是勒到我們中國的神話 那個關係 就是說 有一班 意識 他帶了一種叫光的基因 下來 再孕育了一些新的一種 基因出來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這個世界 裡面呢 陰陽分別到 還有我們在顯微鏡看到 是陰的就是陰 是陽的就是陽 就是以前是混沌的 這個狀態 以前是陰陽未判的 嗯 所以這個呢 你會看到 若果 你有這個做打底 我們沒有穿巧 嗯 你會看到這部戲裡面 他碰到有性的有關的那些東西 但是他整個過程 你再看回 他那個過程裡面 他裡面就有玩了這種階段 嗯 那你就很過癮了 那這種階段呢 我覺得也很有趣 他為什麼這個時候 用超時空故事 又講這個題目呢 因為現在這個基因現象呢 我覺得就是在科學界那裡 開始探討 還有告訴大家 還有我懷疑 新的那個 朱羅紀世界呢 現在新拍的嘛 今年出街 都會碰到這個 他基因改造 做一隻 新品種的恐龍出來 是的 所以 逆時空追擊 你現在用這個 你一看 第一 我們不講那麼多內容的原因 就是想你保留 一進去 你有感覺 嘩 正 如果你這樣 我們今集說 就是講了其中一部分 是的 少許 另一個部分 其實Angus 我想你要做一些資料 就是我們剛剛也有問的 為什麼他的相機 是這麼少提琴的呢 即是你覺得背後有意思的 我講了一點點 即是說 其實 新世紀福音戰士 他講的那個 還有我們都看過 塑造天才 都有講的 那個叫琴的 reedom 那個frequency的合拍 製造這個世界 這個我想 在花朗的節目 阿Moon 他都講過幾次了 就是frequency 做這個世界 我們講到這個部分 但是這個部分可以再 藉著這個 逆時空追擊 再講久一點 好 不過時間已經超時了 超時了 是的 那可能 因為我這部戲 剛剛上畫了多久 我想很多 其實都想製造了很多反應出來 如果大家看 都看 入戲院看 看完之後 讓它做久一點 如果反應更多 我覺得 其實它裡面所探討的題目 跟Interstellar一樣 可以這麼多話說 不過Interstellar 是講外太空 這個是講我們地球 是不是 好 那我交給你了 交給我 埋美 讓你知道你的重要性 很重要 好 我們開始埋美 是 有儀式 我們逆時空的時間 因為時間是有限 是的 我們 時間到了 我們下一集說什麼 還不知道 其實已經有個方向了 不過不說 是的 如果你們有一個意見 你們都可以告訴我們 好 看你們的留言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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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